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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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品结婚品里面 我是觉得是最累最不好讲的一品 最 以白话来讲 深水区 水很深 因为他讲到 重点是讲到 无常无 我的部分 后面讲很多很多 那无常无我 我们这次 听到耳朵都长茧了 已经听很多了 可是这里面他解释的很多 跟你解释 解释 我维持他最好的 他跟你很多解释 很多解释 他这里解释的很多很多 所以这一品是最不好讲的 后半段 前半段是还好 那我今天是想说 因为后面你要讲到那个 无我 无常的部分 就是你对世的功能性 每个世的功能性 你那个功能性你要非常了解 你才会容易懂这个地方 那他难难难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理上你 可能不是你能想像的东西 第二个是他文字很难 文字很难 这是维持一个 他就维持很难 那我待会就是 对四个缘 那个所缘缘的部分 我想花一点时间 因为他所缘缘的地方 他解释的 他那个无常性 那个无常性跟无我性 就是他解释的很 就是你从里面你可以去了解 那个后面要讲的东西 那在我们的上一品 就是那个幻著品里面 你们看那个九十九月 他有大悲从四元生 你看九十九月里面那个 五百零四颂 大悲从四元生 那我今天就稍微讲一下 稍微讲这四个缘 因为比较初学的人 他可能对这个四个缘 不是很了解 这个四缘 就是跟你想像的 跟文字上的解释是不一样 尤其是比较 我今天想讲说 讲这个所缘缘的部分 因为所缘缘的部分 所缘缘的部分 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成为世论》的时候 他讲的所缘缘 那个四个缘部分 大概几十页在那边 然后你不看那个数据的话 你根本不懂 根本不晓得他讲什么 看完数据的时候更迷糊 更迷糊 我真的 真是光是那一段 我上上下下 我前后大家看了十次 结果是我也不晓得他讲什么 我看了十次还都不晓得他讲什么 这个没办法 没有 这请教老师 老师 他大概花一分钟跟我讲而已 就讲一分钟而已 可是他顶我那一分钟我就懂了 我自己看 看十遍 看不懂他讲什么 一来是这个理的部分 是我们很不好想象的 二来是他文字太 文字 我就是稍微稍微引一下 文字给你们看一下说 哪一天你回去看《成为世论》的时候 我讲过一次你就很容易就看进去 事实上不是你想象那么难 就是那个文字难到你就看不懂 那个理也不是那么难 但是你知道跟不知道的一线之间 一线之间 那这个四个语言你不懂的话 那个无常无我你要懂 是很难 你要很难 你可能是把那个结论背一下 你很难 那这个部分理的部分 为世的部分 他最好用的 先不讲说修行上 他最好用就是他 他是一个工具 让你会通别的论 别的法门 他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他那个理 他理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这是很好的工具 我是希望是说 你们能够拿到一个工具 因为对我帮忙很大 这个地方有人点你一下 跟没有点你一下 因为他这个文字实在太难了 这四个语言 我想说跟大家讲一下 用你们听懂的方式讲一下 然后文也给你们看一下 所谓的文字很难 就是那个名像你跟那个是 完全你用你 你这么几年来念书 学校所学的所有的东西 你去看这东西 你就讲不去 就是你这个逻辑上 种种上面 你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那你这个东西你会通了之后 你会通了之后 文字的东西它名像很多 它逻辑性很多 什么很多很多 你要背 你背不完 你要把理 它讲再多 文字再多 道理再多 再怎么样 它后面讲是那个理 告诉你那个理而已 你把那个理抓到 你一辈子 它跟你一辈子 你是背那些东西 以我来讲的话 我撑三个月我就忘光了 所以你就你的那个 了解那个经论 你就没有办法一直 一直增上一直增上 因为你背一堆 然后一直忘掉 背一堆一直忘掉 但是你理抓到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很好的工具 它可以汇通本论 汇通其他的论 而且你一辈子不会忘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讲的重点 不是在讲那个 所云圆是圆 不是在讲说大悲心 从四圆生 心法是从大悲心 我想说 不同两圆生 不同一圆生 什么生 因为所有的心法 四个圆才会生 说一切法 从四圆生 一切法 包括有为无为 一切法是从四圆生 说这包括它的缘起 它的无常 它的无我性 通通在里面 它讲的道理都在里面 通通在里面 不是你四圆懂了 你什么都懂 你就懂得无常无法 但是 它这个敲门装你就进去了 你后面讲它 你就会知道 不知道它讲什么 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 把所云圆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是其他论 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这是我今天想说 我看了一下 我一个月没有来 我看一下 我稍微上一下看一下 尔贤医师讲的 所云圆 它那个四圆部分 它没有解释很多 我想说 真的不是在讲 那个四个圆 是在讲里面的方法 想法 思考方式 种种方式 让你们可以一个工具 就是你在 尾事里面 你是要这样子念它 事实上 等我讲完你 你就知道说 它到底不是很难 只是什么 它的文字超难 文字让你进不去 文字有人帮你点一下 你就很容易进去了 那这四个圆 为什么很重要 你看我们百法明门论 它是基础 一百种法 有为法 无为法 心法 色法 它讲这一些法 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世间 宇宙间 所有一切的现象 现象界 所谓解释 所有的静 所有的心 色 所有一切静的方法 可是他讲了 他讲这么多 一百法是讲什么 他说一切法无我 他就讲一切法无我 可是你念完 那一百种个名像 几百个名像之后 你会觉得他在讲无我吗 你 连不起来啊 但是你如果用四圆去看这个 这个白法 你就会深深感受到 他是在讲 无我跟无常 因为四个圆都是在解释这个 无我跟无常 尤其是那个所缘缘 四个圆都是 那我就大概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 介绍一下 你用四个圆 为什么四个圆要讲一下 四个圆你是看百法明门论 你就会看出来 他在讲无我 你不用四个圆 清楚切入点 去看这百法明门论 你看到一大堆的解释名词 你头都晕了 你连不到说 他在告诉你 那个无常性跟无我性 你感受不出来 你不晓得他讲这个 事实上 他举那一百种例子 就是解释 我们世间上这个无常 这个无我性 那修行这个重点 你要这两关 这是我们核心的重点 这两关你要克服 你要了解之后 你修行才会上路 就是这两点 你一定要克服 因为这两点 你不克服的话 你就 你搞不清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你要舍的是什么 你要追求 你要去向的是什么 那你重点就 你达不到那个重点 所以我今天就是 最主要是 是 是给大家 先讲说 我们先来讲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 从那个 上一品 大悲心中四元起 说一切都是送四元起 那设法是两个元就可以了 因元跟正上元 可是一切心法都从四元起 心法我们修行当然修心 所以那个四元你一定要知道 四元在讲什么 四元是在讲 有为跟无为的东西 四元是在讲 无常跟无我的东西 从里面你会 比较会感受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 尤其是所缘缘 可能 刚才有结束人所缘缘的事 对你是很陌生的 因为其他看不到 那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我先从那个四元 从那个 从那个 从那个音缘讲 所以我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我有看 因为 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些文 那些东西 嘴巴讲有时候 你也不晓得他那个字是什么 成为孙女讲 就是在讲四个元在第七卷 我就用最简单的 因为他那边量很大很大 那个量很有些 那数计 多得不得了 我就稍微讲 我们最简单的 可是讲的是重点 前面三个元 我就口头上讲就好了 它原有四种 一切法 除了设法是两个元 前面两个元就可以 就可以产生 那心法的话 一定要四个元 原有四种 一个叫因缘 那因缘它讲的是 跟我们讲的什么 因缘果巴的因缘是不太一样 因缘它讲的是 种子跟线形 它的体是种子跟线形 那我简单讲 因为在维世里面 那个种子它讲很多 能心所心 种子有六亿四亿什么 我们不讲那么多 最主要因缘是种子起线形 然后你的起转式 熏习的懂线形熏习 你所做的业 线形中式又变成种子 熏习放在第八一四 同时它是因缘是讲什么 种子起线形 线形熏种子 就是因缘 所以它的因缘里面 设法就是设法里面 其它心法也是一样 它因缘讲的是什么 它无我性跟无常性 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在 就是完全是 事的作用 你熏习种子 种子起线形 哪有一个 一个自主 自我的东西在控制东西 自由意志在那里行使什么东西 所以它是因缘 它是原生原媚的 那等无间言 等无间是讲心 心所 心法跟心所 心跟心之间 当无间 它也讲的是无常变化 它心所 前句的心王心所 跟后句的心王心所 它有开达的作用 它会次力上 它会引前念 会引后念 然后是无间的 没有任何间断的 它是不停止的 所以它也是无常性 它有没有一个我 在那里面做出什么的 没有 没有 然后增上元是比较容易懂 增上元就是它有一个增上 那个力量 可以增长 增上 促进其他的法 能够成熟 就是增上元 其他三个元 前面三个元也是增上元 同时它增上元是讲 除了这三个以外 可以增上其他的法 成熟的那个元 那我们现在是简单讲 这两个简单讲 那我们现在来讲所元元 因为这是比较难的地方 你用这四个元 你把它弄清楚了 你去看白法明文论 你去看转一段障什么什么 你都拿 可以拿去跟它解释 你会比较容易 抓到那个后面 它想告诉你的东西 就是这个无我性 无常性 那我先跟他讲所元元 我先白话 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所元元 所元元它就是 所元 所元就是你所元取的对象 你的对境 你要抓到对象 以言识来讲说是 你看的对象 你看的对象 所元 你看的对象 那这是能元的部分 就是所元是你的对象 那能元的部分 那四的作用力 四的起来是因为 后面这个圆 就是要有所元的 所元的那个象分 会引发你的四 见分起来 如果没有这样子 你的四的作用不会起来 四的起现行 那个作用 是因为所元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圆 是你所元的对方 你的对象 你所看的对象 也是造成你那个的 那个分别那个四的起作用 它互个圆 所以是两个圆 互相作用 和合 相应和合 然后产生的作用 产生的什么 看的作用 你看到什么东西 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所以所元元 然后我们看看它 所元元 我们先讲它这个定义 然后来看看说 所元元跟那个 无我性 无常性是什么关系 它解释什么关系 过程就是 它的过程就是 在讲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看这个文上 我们照这个文讲 所元元 它的定义是什么 若有法 所谓宗教所谓 为若有法 它的整个文 是带己相 心或相应 什么叫相应 相应就是心所 跟心往相应就是心所 心跟心所 所虑所脱 所以它这里讲了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有为 什么叫有法 什么叫做戴 什么叫做己相 什么叫做所虑 什么叫做所脱 这个你突然要把它弄清楚 你才知道所元元在干什么 它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它怎么样 中间的过程 它的原理原则是什么 它怎么运作出来的 它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文给大家看说 事实上 通通讲完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这个道理好像也不是很难 可是文字就是这么难 所以我看了十遍 我也看不懂 那这是论上来讲 它的那个数据 都会解释这句话 它来解释很多 可是我用最 抓最简单的就好了 它数据来解释这句话 它说 若是有体之法 所谓有体之法就是 它不是那种 假安利的法 它不是那并济所实相 不是你安利的法 是实际的设法 实际那个境 不是你安利的 那个名称 没有那个实体的东西 是带己相之心 它在解释 带己相之心 跟心法 所虑 所虑 所虑是说你圆取的对象 你要看的对象 你要 你能圆 你能取的那个对象 你要抓的对象 所托是什么 你见分会起作用 是因为 你所圆的对象 仗之而起 托就是仗之而起 一个是你所圆的 一个是你所要看的东西 让你似的作用起来 仗之而起 叫所托 就是叫做所圆圆 那一切有为无法 同同色 它讲这样子 这个文就是难难在这里 其实上它的道理 是刚刚我已经讲完了 可是它文是这么难的 因为它里面不是说 故意要很难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 我再往下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有几个地方 什么叫做己相 什么叫做相 什么叫做代 关系道 这要从什么 它用 你从这边解释不好解释 那要从亲手远远 跟疏所远远 来 反过来解释 你就容易 你就容易 你能抓到它来讲什么 它的重点在哪里 所远远分为疏所远远 跟亲手远远 这个东西跟你 你正真如是有关系 它的过场里面也有解释到 还有是说你为什么会 会 把那个无常以为常 把虚妄变成真实 跟这个作用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看 我们再具体下讲 这是论部分 论的部分 他在讲完的那个所远远之后 他说所远远的部分成 亲所远远 输所远远 我们就用这个的倒推回去 来解释说 那个所远远是什么意思 比较容易 这词体有二就是所远远 它体性有 一个是亲 一个是疏 一个是亲手远远 一个是疏所远远 分成这两个 那什么叫亲手远远 若与能源体不相离 是见分等内所多虑 因之彼是亲手远远 它在讲什么 能源体不相 就是能源 就是见分跟相分 不相离 是一体的 不能分离的 不相离是性的 见分也是相分 相分也是见分 但是这里它就是讲体 亲手远远 那个相分不是眼相 它是体相 所以我们正真如的时候 根本是圆真如 就是来去讲亲手远远 所以根本质跟真如是什么 是一体的 它不能相离 不相离性 就是在讲亲手远远 他说见分等 为什么叫见分等 亲手远远 什么叫 有哪些东西是亲手远远 就是自证分圆 见分 这个见分跟自证分 还有就是 你的根本自圆真如 就是见分跟相分是一体的 它没有分离的 你不能分别它的 你所圆的 跟你仗之而起的见相二分 是不相离的 这个叫亲手远远 就你正真如的时候 就亲手远远 就是我们慢慢一步一步讲下去 若是 若于能源体 现在说输手远远 若是能源体 则是见分 能见的那个部分 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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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跟相似相离的 就是当你的见分跟相分是两个不同 不在一起的 不是一起的 不是一体的 为直能起 内所透律 那这个相分哪里来的 直是设法的本质 这个相分是外面设法本质 相似于设法本质 就是 产生所生的影像 仗为止所谓影像 变成你 是见分所取的对象 然后 仗之你的见分仗之而起 它两个分离 可是两个功能性是不一样 见分还是能取 那见分能够起来是因为相分 相分哪里来 相分不是外面的设法 是相似于设法的影像 那这个影像在哪里 在第八识的 在第八识 好 这个叫做束手圆圆 所以束手圆圆是束手圆圆 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就是你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的演示的见分 主要的是第八识里面的相分 所以你的见分跟相分有没有在一体 没有不一样 不同的是啊 那个相分是不同的是变出来的 不是演示 它是第八识里面的 好 就是讲束手圆圆 好 这是论文的本身 好 那我们看数据 它怎么样解释这个论文的本事 好 它进入再往下带的解释 他说七所圆圆 为见分是带几相 见分是带几相 就是见分跟相分两个是一起的 他带着他的 是同一件事情的 同一个世里面发生的事情的 说七所圆圆 好 束手圆圆 它是能源跟那个相是相离的 那个相哪里来的 那个相是它是所变 不是你的是 什么叫做它是所变 好 我们把它看完 即自身中别是所变 就是 它是所变就是 我们的三额大地 我们的三额大地是 所有能够受用这些三额大地的 第八额大地的种子 其先与先所共变出来的 所以三额大地是 是你自己变出来的吗 没有 它是别人的事跟你一起共 一笔变出来的 它是它是所变 那个相分是它是所变 好 这第一个 第一个是自身中别是所变 我们以眼视来讲 你眼视圆那个影像 影像是谁的影像 第八额大地是你的相分 是第八额是变出来的 当然说我们变是方便说 它是种子其现行 不是功能性来的 不是真的无中生有 可是不是眼视自己变出来的 是第八额是变出来的 第八额是所变出来的东西 然后第八额是一个是它是所变 是跟很多事共变的影像 外面的张额大地 是它是跟别人的事一起共变 那影像是从那边来的 一个是第八额是里面的影像 所谓的疏守源源就是你见分见到这个影像 不是你变的 不是同一体的 相分见分是不一样的 然后站为止者 站为止就是你见分因为这样子 所托而起作用 两个相互 见相而分 得和和和 产生你看的那个作用 你就看到东西了 所以在解释你怎么看到东西 你是这样看到东西的 你光是有掩饰你不会看到东西的 然后再解释 现在这样的假释就比较清楚了 再下去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那个带 什么叫做带极相 带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讲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 这样假释带 我们带极相 他说见分跟相分是分离的嘛 他为什么会产生分离 因为带的关系 因为带的关系他产生分离 他带有 我看了一堆 他这个论的本身还有那个数迹 哇讲的真是 越看越迷糊了 至少我是越看越迷糊了 要讲清楚实在我会讲不清楚了 比较好的方式我看他严密讲得很好 那严密是什么 严密是三个书 严密是在解释那个数迹的 数迹是在解释那个 称为是论的 可是有时候数迹实在也是太难了 有时候比论本身还要难懂 所以这个大德 这个是 那个大德大学名字我忘记了 他就说严密来解释数迹 解释基达式的数迹 我们看严密他讲那个带 他解释很好 他说带 带几相那个带什么意思 为什么建相 有变成同体跟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带的作用来了 带者夹带 第一个他是 建分跟向分是同一体的时候 这因为他是夹带来的 夹带就是亲父之义 能缘亲父所缘之境 就是建分跟向分不相离 叫做夹带 叫做夹带 他不相离 他后面跟你解释 由世间上讲的 身配刃你 就身配刃就是那个兵器 身上配的那个兵器 是一体的 附在你身上的 是一体的 建分跟向分会是一体的 因为他是夹带 两个是一起的 所以 所以是根本字 圆真如 就是在那亲手圆圆 是夹带的 就是你直接 直接圆道的东西 根本字跟真如是一体的 你没有透过谁变出来的 没有 这夹带就是他本来就存在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 非一非一的 是无二的 本来就存在的 那第二个带呢 意思是 变带的意思 他说是也 带着是也 能缘 建分 有是本质之相 是本质之相 就是他不是设法 不是外面的设法 是设法 相似于设法 的本质 呈现在 第八一世里面 成为第八一世的相分 说一声 见分跟相分 是两个世的东西 相及相分 心直相离 名为代世 这是 全帐大师叫做 把它称作变带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 是变出来的 别人的事变出来的 跟你第八一世变出来的 不是掩饰本身的相分 叫做变带 那时候我一直搞不清楚 那我去请教老师 老师大概花一分钟 两分钟跟我讲 他把手机拿出来 你对着手机照相的时候 你直接看到外面叫做 就是夹带 你透过手机看到所有的影像 就是变带 手机变出来了 透过手机不是手机变 透过手机看到所有的一切 这个就变带 透过手机 透过别的事的变化 你才会抓到那个影像 叫做变带 叫做束手远远 是见分跟相分 他要讲的是这个道理 见分跟相分 如果是透过某个事变出来的 你才看到的 叫做束手远远 如果不需要任何的事 任何的东西 直接你就抓到了 他就是 假就是乙就是假 你不要透过什么 那个就叫做夹带 所以 根本是 冤真如是什么 夹带 真如需要哪个东西变出来给你看吧 没有 可是我们看的东西都是 第八一世的相分 第八一世变出来的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所以我们八个世里念 前面七个世 通通是束手远远 因为前面七个世都是去抓第八一世的东西 第七一世是抓什么 抓是第八一世的见分 所以第七一世你抓的是第八一世的东西 不是你自己第七一世里面的东西 前面六世 你所圆的那个相分是哪 第八一世的相分 不是第八一世变出来 就好像透过手机你看到了 那个手机就是第八一世 所以你还叫束手远远 这个道理懂了你去看他 你说他后面要讨论很多 这个世的什么 这个世是亲手远远 这个世是束手远远 你这个道理懂 你去看你这个懂 否则你看 那后面有意讲一堆 你头都晕了 你也不想为什么是这样子 当然第六一世是除外 第六一世 第六一世他是 他有时候也是亲手远远 有时候也是束手远远 因为第六一世他可以直接圆什么 直接圆自己变的东西 他有独头影像 独头影像只有 是第六一世自己本身的 他没有透过第八世来的 他直接抓 所以他也是束手 所以第六一世他是束手远远 亲手远远都有 所以这个道理懂了 你再去看他所有的 人家在讨论 那个事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这道理懂了 你看就知道了 你道理就懂了 你看一大堆的时候 你看过去你就懂了 你就不要去背他 也不要去画重点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的过程 这个带 这个过程 不管是变带 或是夹带 不管是这个体像 如果是夹带 他是体像 他不是影像 如果是变 如果是变带的部分 失所远远的部分 那个像分是影像 不一样的 一个是体像 一个是影像 一个是字分所缘所变 一个是他是 所变 这个道理你看他 不管是你看这个字 他讲的是什么 他有一个我 在那边变吗 没有 都是种子的功能性 起现形而已 事的功能性 起现形而已 没有谁在变 他无我性 无自性的 他变来变去 都是什么 无常性 种子起现形而已 他是无我性跟无常性 你找到一个我吗 找到一个常 找到一点可做决定的吗 决定你要怎么变吗 没有 他完全是无我性 无常性里面 他解释什么 这四个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 他是无我性无常性 他的是功能差别 在那边变而已 那个影像里 所谓的外面设法的影像 或是第八次影像 完全都是 都是从事里面变化出来的 所以这一切一切法 不离于世啊 所以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世 不离于世 都是从事里面变出来的 当然不是无中生有种 种子起现形出来的 都是示出来 没有自主性 没有一个我在那边做什么 没有啊 然后他是无常性啊 原生颜面啊 无常性啊 一切法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四个原因都是在讲 我先看无常性啊 他是在解释什么 便即所持先于他其心 他是在讲这个啊 四个原因就像这个啊 不是吗 那道理是一样 后面是 后面讲道理是一样啊 白法明文的里面 什么善法 什么烦恼心手 什么色法 不是 运作的道理都是在 都是同样的道理在运作 只是我们给他安逆的不一样 不是我们安逆的 佛菩萨给他安逆的不一样啊 那佛菩萨安逆这些 告诉你这些 没有一样是真的啊 没有一样是真的啊 都是影像啊 你到了山摩地 你要定的功夫也是影像啊 你到了那个 子观的时候 见分言相分 也就是在讲这个 也是所缘缘啊 见分言相分 也是在水缘子观 也是这个啊 设法是这样子啊 心法也是这样子啊 通通是讲这个啊 四个原因 你懂了这个道理 你去看白法明文论 你去觉得 噢 漸漸漸漸漸漸漸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是想这个 所以你把道理弄懂了之后 你再去看东西 你就会 就会不一样了 像你说 那些空不一色 色不一空啊 他讲 他字面上是讲空跟色啊 事实上 空跟色在讲什么 讲不相离性啊 讲五二啊 讲合合性啊 只是不过他用 空跟有的名相 在讲这些事情 是他告诉你 后面的道理是在讲 五二啊 不相离性跟合合性啊 他是在 刚才跟你讲这个 道理是这里啊 只是同样空有的 来讲啊 但是你如果空有 你一直被他 你的注意就放在空跟有的边 你一直在研究他 讨论他的时候 你后面那个没有抓到你 讨论半天 你还是抓不到 佛不少要告诉你的东西 那那个理上 你抓东西的时候 你抓到的时候 你就出了一旁通 你去解释 当成一个工具 你去解释 很多东西 不是 你就容易进去了嘛 你就不会放到 他这个名词上 名词上就跟你讲 讲空跟有喔 色跟空喔 没有啊 他讲后面是有道理喔 他讲十个 一百个法 一百个法 他讲到四言无常性 无常性无我性 他是一百个法子来讲这个喔 他这个运作 这四个缘在运作啊 指观修行 也是四个缘在运作啊 也是在无常无我里面修行啊 大概是 大概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你抓到那个理 啊给这座文给大家看 好是 这是已经是 抓那个重点给大家看 是他的文 是他已经 多这个十倍二十倍的文在里面 你看完的时候喔 你就说已经喔 已经实在是不想要怎么办才好 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他那个文字让你抓不到 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所以我常会 我常会很勇敢的讲这些给你听 给你们听 这样讲清楚 不容易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 有人为事 像这样十年八年 他还搞不清楚这个道理 他抓不到这个道理呢 因为什么 因为他文字让你进不去 那有人他是 我们这个我们讲 都是照那个经论上来讲 有人他看很多 看很多人的解释的东西 他自己想的东西 因为很难进去 他自己想的时候 你要先入为主 你抓到那个东西 就是 你就抓不到他 要告诉你的东西 佛耀菩萨要告诉你的东西 那很多人为的解释 都是文字上打转打转的 就是 这是我很大的感触就是 有时候他的理上不是那么深 但是文字太深 那大圣狀言经论有很多 他是 他文是 文字很深 文字很深 所以说嘛 我这个 我这个论裡面 他有些地方 他那不是 不是很深 我都想办法 每一个字 讲给大家听 因为那个文字 哎呦 能够省画一格 有时候等到省到你 你都不想要他讲什么 真的是 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这么好的东西 可是 就是文字你把它弄得很深的时候 你得不到好处 所以只要我 我觉得我 我弄得很 很伤腦筋 我一想法 跟大家讲 是跟大家讲 那几句话都讲完了嘛 可是你刚才有文 你看上个礼拜你也敢不求他来讲什么 所以是这两方面让我们 让我们 我都很感慨 所以我就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一试 我就用白话讲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说 你怎么修行 那个理在哪里 你用文字去抓他的理 真的很少数人才抓得到 抓得到不现得修行就会成就 你抓不到修行的事 你要上路 你要有消息 那可能性不大 所以变成文字的障碍给你这么大 理上本来就很辣 本来就深 可是那文字的障碍更 那会让那个理 你更抓不到 这多可惜啊 所以我就尽量用最八方的东西跟他讲 讲什么 讲你大家抓到那个理 所以说这个四元要不要讲 要讲一下 要讲一下 你这个四元你懂了 那百法命令你就不懂 你就会懂 不一样 你后面讲很多 后面你都会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是无常无我 因为你让中国运作 我大概是讲 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这所远远的部分 因为这所远远不讲清楚 你去看很多参考书 你去抓一大堆 你看完你也不晓得他讲什么 我过程是这样子 所以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花一点时间 但是一定要讲清楚 这个弄清楚的是后面 后面我们讲的那个 他讲的无我无常的时候 他讲的十四种叉那变化 什么什么 那个礼上你就容易了 只是那个文字很难 礼你就不会觉得很难了 大概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帮忙大家 就是你修学的方式是用 这样子你会 你会变得很坏 你用那个文字 那里里面 那个细节去抓那个礼 你很难 你把那个礼弄清楚了 你再看它的细节 你就轻松很多 而且你比较容易 要发喜的心里看懂 你怎么看都看不懂 那是你要发喜很困难 那为什么 为什么说我 我会看那么多次 想办法看懂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小小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念经论的时候 我是站在修行的 我是为了修行去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看懂 不看懂我就不晓得怎么修行 所以我想帮我拼了命 要把它看懂 看懂什么 不是看懂字的意思 看懂仿佛萨想告诉我什么 那我成为耶稣论看了不晓得几次 因为很迷糊 看不懂 不懂在哪里 不是字的东西都不懂 不是理的东西 完全不懂 也懂一部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 我一直想把它弄懂 因为我不想成为耶稣论 为什么要讲这些 为什么 为什么成为耶稣论 要讲这些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不会用 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了 它逻辑哪里的配论来了 是的 当我看到那个 解释命经文说 我霍王开朗 原来成为耶稣论 讲这些东西 是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那我知道了之后 我才可以用 所以我想知道 佛菩萨想告诉我什么 不是智商的东西 不是明相的东西 不是他讲了什么里面 推论的东西 不是理政的东西 也不是教证的东西 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因为它是我们 佛法是解脱法 那我学佛干什么 我当然想解脱啊 我学佛法不是 我会想开车我去学佛法 我学佛法当然是我要解脱啊 可是他 他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用 我只能化重点把它背起来 有一天我发现 我背的东西 三个月都不见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路我走不通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他想告诉我什么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 为什么要讲法法明门论 为什么 因为他讲法无 把他讲这个 为什么他讲这个 你从四月你才会搞清楚他来讲 要不然你 那个文字那么多 你怎么会跟他连在一起 是他来讲法无 这是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 我把他弄清楚 因为我想修行啊 我不是在学者们学问啊 学者们学问的话 就不用一定要把它弄得那么清楚啦 你弄不清楚 你要用在行门上 你要从这些东西 能够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方法 你怎么找 那变成自己想的 听人家讲的 那我们成功机会不大啊 因为我们学佛啊 我们是照佛的足迹在走啊 对不对 别人的足迹是仅供藏靠 我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修行 你一定要搞清楚 他为什么讲这 我为什么讲那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 他想告诉我什么 他讲空有吗 没有他讲不相离性啊 无恶性啊 他讲这个啊 他就基于安利空有的来讲啊 你看那个 那个 正真如的时候 出地的时候啊 家行为 他有止观啊 他要正真如的时候啊 空有不利他能利啊 才能正啊 你有没有空游游的不能正啊 因为那都是假安利啊 无分别无所得啊 那都是假安利啊 你还有这个观念都不行啊 空跟有是帮助你 帮助你去了解 那个无言 那离言的部分啊 那空语的部分啊 可是你一直在研究空跟有啊 你又不会正啊 因为你也是 那案例是什么啊 案例是变其所之相啊 人家变其所之相 你怎么正真如呢 不可能啊 做这个道理要懂了之后 你在看经论的时候 你的作意你的触发点 你的模特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啊 所以我讲的就跟人家不太一样啊 有点怪怪的啦 那是就希望 刺激你们一下 提醒你们 另一个方式 希望你们能够 操操操操你自己啊 你要觉得喔 你用功的话啦 半年三个月 你就觉得自己不太一样 你要有这样觉得啦 不能不能十年都不都一样 不能十年都一样 表示你一直在那个文字上打转 就是那个理你没有弄清楚啦 跟大家花那么多时间 是告诉你 想跟大家分享做这个方法 事实上我们 你说不是讲空跟有啦 是讲不相理性和性 今天我们是来讲四元吗 不是 四元有什么好讲的 自己看看解释就好啦 有什么好讲的啊 不是喔 我也不是在讲四元喔 喔 这是一样的 是告诉你 一样的这个理论 这个道理喔 喔 就是 那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我是特别聪明 我也是顿根的 我看十次也看不懂啊 真的啊 这所原因我看十次我也看不懂 他讲什么啊 我也是 善根理智我看两次就懂啦 我也是看不懂啊 这是很正常的啊 但是你为了修行 你要不要把它弄懂 把那种方法找到 好 这就是你修行 如果你想修行的话 这会帮助你 你会觉得 三个月半年好像觉得又不太一样 觉得又不太一样 哪里不太一样 刺客拉撒睡都不一样 但是你想法不一样啊 你就比较会偷俗啦 你会跟 你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啊 想法不一样 你的所说所为就不一样了 你感受不一样 苦乐不一样啊 你觉得很苦的 你现在觉得 嗯 还可以啦 不会永远都苦啊 好 跟大家分享这边 现在不行啦 不能想要快讲 现在进入这个绝分品 绝分品 绝分品 很大的一品啊 他八十几个祭送 好几个月 好几月 那刚刚我和弦医师 八八你们做那个 科盘 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细很好啊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那些东西了 但是以我的啦 以我的 以我的 以我的这个 我在 我在 研读这些经论的时候 我是抓大的 它结果在讲什么 里面讲什么 大的抓大的 弄小的 你就很清楚 你用很多小的去抓大的 你抓把你都迷糊掉了 好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绝分品 八十七个祭送 他在讲什么 你先把那个大的弄清楚了 你在去看他的时候 你才不会一直看那个细节 你才会抓到说 他想告诉你什么 这个细节只是 在support 说他要告诉你这个东西而已 好 所以这个 这一品里面 完全是讲修行的 他主要是 如果可以分的 我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他只讲这三件事情 最重要是讲三件事情 第一个这件事情是讲什么 菩萨修行的前方辩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有八个 有惭愧 有无畏 这些 这八个呢 这个八个是 你修行的前方辩 就是你进入到三十七道品 直观修行的时候 这个你先要修行的资良 他的原则 原理 他不是原理 他原则 你必须要具备的东西 修行 你必须要具体的态度 种种 就是讲这个 前方辩 就讲这个 就是这个 第二个是 讲完了 前方辩讲完了 你要具备这个 先决条件 你的前行 讲完之后开始讲 修行的 道地正中文修行的方法 佛教修行 所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在这边里面 三十七道品 此观 还有一些方便 那最后呢 最后他讲什么 最后讲 前面讲修行的方法 他的态度 他种什么 后面再讲 他的理论是什么 他的理是什么 原理原则是什么 这些东西他去向 这些修行 去向哪里 去向哪里 朝向哪里 你的方 你的目标 你的目的是在哪里 还有哪里 用四法印 来讲 无常物 这后面就是讲 就是讲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还有你的方向 你的目的 你修行的方向 目的是什么 就是 这分之三大部分而已 我们现在在第一个部分 在前方便 你看到 头次讲修行 前面讲八个修行 从507宗到541宗 这八种方式 都是修行的前方便 告诉你必须要遵守的 一些原则 所谓惭 我们讲 惭愧上次 上次你们上堂可以这样讲 事实上惭愧他讲的是什么 惭愧他最主要是讲的是说 你的菩萨恨 你发的菩萨 那个菩提心 你就是要成就自己 成就他的人 你要自他两立 那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不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是 愧对于你的菩萨心 你的菩萨恨 所以 你对不起 要做些东西 菩提心要做的东西 那无畏的话 无畏就是 你不能为任何的 不好的因缘 所有的一切要勇往直前 那不退的时候 你这个菩提心不能退转 就是告诉你 这是前方便而已 不是真正 还没有进到真正的修行的步骤 只是你要建立自己修行正确观念 然后知法是在讲什么 知法 知法是在讲五论 知识 这是五明 内明 阴明 功强明 一方明 什么叫五明 这五明是菩萨必学的地方 那五明是什么 就是要自立立他 内明就是 内明就是 内明跟阴明就是自立的部分 其他就是立他的部分 知法是在讲这个五明的部分 知识坚呢 知识坚是用苦极灭道 要苦极灭道四圣地 来了解世间 为什么要苦极灭道 了解世间 它里面分两部分 苦跟极是世间法 灭跟道是处理世间法 它用苦极灭道 来通达这个世间 然后带领众生能够离开这世间 用什么 苦极灭道 所以这个讲的都是 不是真正修行的那个 真正的那个内容 它告诉你这些 这些方向的原则 然后再来讲 适量就是适一 适量 应该就念着量 横量的量 不是数量的量 横量的量 你横量什么 就是适一 依法不依人 依了益 不依不了益 不依了益 不依不了益 一字不依事 就是这个是 事量横量 就告诉你修行的大原则是这个 还没有进到修行的阶段 就是这个 你要先知道这些事情 就是情方便了 事无爱解 法无爱 义无爱 词无爱 什么什么无爱 都讲这个 这也是修行的原理 原则而已 然后最后说 你要什么 你要用六度 来具备你福德智慧 具你要具足具备 这些八个 你都做到了 才能有办法进入到 修行的正中分 开始进入修行的 就是这八个 先来说明 你修行的原则是这些东西 你要具备 就是讲这个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样子呢 因为你这八个 里面有三十几个寄送 你那个里面的寄送 你看完之后 你都不晓得他讲什么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讲说 你要这个修行的原则 然后你要懂得则 才能进入到 真正的修行 再来下一部分就是真正 从五百四十二送到五百七十送 开始讲正说修行 修行是要做什么事啊 就是善事祭祷品 要止观 然后 以这两个为主 然后其他的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你的陀罗尼门 你的三妹陀罗尼门 是成就自己的 五分别致 那是正断章成就自己的 那三妹门 三妹门是要成就 成就众生的 种种方便 成其他的方便 那也是要修行的一部分 就是除了这个补充说明 巧方便之后 补充说明 三十七道品跟子观 这个最主要的修行 你子观 你的断章是从子观来的 成佛也是从子观来的 然后最后他还在讲一下三三妹 就是比较属于 普通说明这个正修行的部分 三三妹就是空三妹 这也是讲的 也修行的很重要一部分 空三妹就是跟被其所持相对应的 空三妹这样想什么 讲无我 空三妹讲无我 没有自主性 没有自信的 然后无怨三妹 无怨三妹叫做什么 他跟变迹这个 与他其相对应的 他在讲什么 他是讲无常 他要离开这个无常的东西 不愿不要再离一常这些这边 他要去向那个常 要正的东西 你不要执这个假的为死 那最后才是 他是那个 无相三妹 就是 就是那个原成死的道理 是极灭的道理 所以他一直讲无常无我 极灭 就是修行你要修这三样 现在是讲的修行方式 修行你要修这三样 然后最后他是跟你讲 修行是要修行这三样 这些东西这么多东西 他理论基础是什么 根据什么修行的 根据什么理论基础 根据什么 施法因 一切行都是无常 一切行都是苦 一切行 一切法都是无我 然后极灭那盘 施法因 他的理在这里 为什么会这样子 里面中两个重点 无常 无常常常怀 还有无我 人无我无法无我 他就用很多 14个内法的刹那生命 14个外法的刹那生命 怎么讲 他举例说明跟你讲 举例说明 一直跟你讲这些东西 解释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跟你讲 什么叫做无常 什么叫做无我 为什么我们要远离这个无常 无愿解脱门 为什么你要无我 就是讲最后他是讲 所以他三个方面都在讲 修行 这篇就讲修行 前面一大堆讲 他的原则是什么 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中间是讲你要做什么 真正的修行 你要在哪里下手 他的方法是什么 你要修什么 你要修我 无常 极灭涅槃 利益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三个部分 这个绝分评就讲完了 就讲三件事情 那里面他有多少宋 有87宋 这是大的来讲 细的来讲的话 你们去看看 那个弦音师给你们 那个科判 他细的 每一个宋 他是在讲每一个宋 但是我是 史才讲的已经讲得很好了 我就把大的跟着他讲一下 你就很容易抓到 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细节很多 细节很多 就好像你看那一切实地图 一百卷 哇那几十万笔的资料这边 你念完你 你还记得他在讲什么吗 你要大的先抓到 就是这个 这个 请大家讲一下说 这瓶就两次三件事情而已 大家就 有印象了 现在我们讲的是 修行 菩萨修行方便 惭愧已经讲完了 我们要进入五位 这是他的原则 修行原则 讲之前 有件事 有件事 可能要跟大家更正一下 要更正一下 我是觉得可能 这个 印刷 排版的时候 有错 有可能有错的地方 你们看这个 这一品的五百一十颂 就你们好像一百页的样子 他在讲个 惭愧的时候 菩萨惭愧心的时候 就是 什么叫惭愧心呢 就是你 你菩萨的菩提心 就是要自立立他 成就众生 成就佛法 你不做这件事情 就只羞恥心 你违反你的补体愿 他讲说 你如果有 有这个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这样做的话 会有伤害六喝泽 有没有 第五十 五百一十颂 他里面可能有一个要修改一下 就是你们看那个 四文的最后面那边 他讲六喝泽的部分 六喝泽 他是四文里面他讲就 以悔 失利 失负 气舍 自华 恶明故 他就没有解释了 他没有解释中间 他在哪里解释 他是在 他是在哪里呢 他在泛祝品的四百六十六颂 就你们九十三页 他解释 就是这个六喝泽 解释是在那边解释的 他这边就不再多解释了 那他那边的六个喝泽 跟我们五百一十颂的 六个喝泽 有一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五百一十颂 这一个颂的时候 我们这边讲六个喝泽 讲以悔 失利失负 有没有 四百六十六颂 你们九十三页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不是讲以悔 他讲的是什么 悠悔 其他都一样 只有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是 应该把以悔搞成悠悔 因为他解释是在上日评解释 这个六喝泽 我把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颂 这个解分笔这一颂 五百一支颂 他讲的六喝泽 以悔失利这边 在上一瓶 上一瓶的时候 上一瓶的讲说 自喝泽就是悠悔 自喝泽又喝 然后他喝泽 失利养 就是失利 这是上一瓶的 泛注瓶的 然后天喝泽就是施勇富 叫施富 第四个 第四个喝泽 大师喝泽 大师所弃故 所以叫做弃舍 第五个泛行喝泽 有智慧泛行人 如法自罚故 所以叫做自罚 他是简学的自罚 第六个喝泽是 十方人喝泽 恶名流出 所以就是恶名 所以是六个喝泽在这里面 所以 这个可能你要把它改成 一瓶把成幽悔 那为什么 我们从礼上来讲 自喝泽 自喝泽 幽悔 幽是什么 幽是苦 苦是偏生在前五世 相应的感受 第六意思 心的苦叫做幽 偏生在心的苦叫做幽 那悔是什么 悔是恶作的 后悔你以前做错的事情 你追悔 那也是五概之一 你心不及境 那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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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是 不决定性 就是 我不决定说 我对的是对还是错 你怎么会自喝泽呢 是有点 比较牵强一点 一定是你决定了 你才做 决定了你以前做错的事情 你很后悔了 你才会忧 你才会苦 你的意识心才会苦 那你疑悔的话 不决定 我不决定 我不晓得我过去做的事情 是错的 或是对的 你怎么会悔呢 所以应该是幽悔会比较 我就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 所以说你这个 这一个五百一支送 那个疑悔 你怎么敢来悠悔 要讲悠 悠悔才是 我觉得是比较正确 这是由上一品来的 上一品的解释 因为上一品解释 他这个六科则 这一品他就不再解释了 千万把六个列出来而已 他就不再解释了 因为上一品已经解释过了 讲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这个大家稍微要改一下 把那个疑悔改成幽悔 因为疑悔 疑你不会自合则 疑悔你不会自合则 因为不决定性 跟自合则是有点相似的 相伟的 好 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讲 现在讲的 前面讲的这个八个 这个是前方面的部分 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讲过去 把时间留在后面一点 就是 他就是这方面 他就不是很 有很深的理在那边 那上次我们讲那个惭愧的东西 惭愧他是用惭愧 这个东西 是他不是在讲惭愧 跟讲我们讲那个空友 讲那个白法 讲什么 讲四元的 他讲的惭愧不是在讲惭愧 他是在讲说 你发的菩提心之药利利利他 你要圆满这个东西 你不做不行了 你不做就是一种羞耻 他不是在讲惭愧 他是因为你要用羞耻心 你不满你的菩提愿 你发那个愿 你要治理利利他 你要成就佛法成就终生 你必须要做些事情 以惭愧心来讲说 你不做就是羞耻心 所以他不是在讲惭愧 他是在讲修行 同样的 他讲无畏也不是在讲说无畏 不会畏惧不会讲什么 他还是在讲修行 某种我们看的五百一十八颂 就是这个我们阅读经论 你如果阅读经论 你如果是以修行的方式 来看他的时候 你是用这个角度去看他 不是你一直在研究那个空跟游 研究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他跟真相告诉你 你就忽略掉了 我们看五百一十八颂 五百一十八颂在讲菩萨无畏 菩萨无畏他说五百一十八到五百二十四颂 很多很多颂 我们看这一颂 他用四种方式 他无畏灵的内容有这四种 用这四种来解释菩萨无畏 他讲菩萨无畏也是在讲修行 修行的原则是什么 你要注意什么 诸菩萨无畏 体相及差别 就是无畏的体相是什么 无畏的差别 种类是什么 他有十种差别 十种种类 他讲坚固就是你遇到二元 你不会退 这是叫做菩萨无畏 那书甚至讲说菩萨无畏 以这种方式这种原则去修行的时候 他很殊胜的地方 他的功德 所以在这次讲 这个祭颂只是讲说 他用四种方式来讲 来解释这个无畏 但是他不是在讲无畏 你就不用去分析无畏 他讲修行 修行的原则 我们看了诗文 菩萨无畏有四意解释 用四种方式来解释这菩萨无畏 他讲菩萨无畏 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他用这四个 他的体相 他的本质是什么 特质是什么 他有什么类别 就是分类是什么 他的兼顾就是他不退 遇到二元他不退 遇到什么东西不退 他要跟你讲这个原则 他要跟你告诉你 你不退 遇到二元不退 才是菩萨无畏 然后他的殊胜 如果你做到这三点的话 就是很菩萨修行 菩萨恨 就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 然后下面这个开始讲 体相的部分 体相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519颂 他讲无畏的体相是什么 无畏他讲的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在无畏里面 大作文章去分析 什么叫做无 什么叫做畏 什么叫做无畏 不要去分析 不要去分析空 这个有 又有关系什么 你看到 无畏的体相是什么 他讲什么 对象是什么 他讲什么 禁定慧三起 禁时精进 禅定智慧 的般若空慧 这是无畏的体相 他是在讲这个 你要做到这三个 叫做无畏 菩萨无畏的修行 无畏什么 勇猛之前 然后勇见勤猛座 就是用四个来形容 这形容之 禁定慧 他显现出来的 你要让他的功能显现出来 是要这样子 表现出来的 禁定慧是什么 是名称 是修行 是方式 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勇见勤猛 见 见不是这里见 他是见 我们常会看到那个见 在文里面见 见不是健康的见 见就是很有力 不疲倦 那个见不是说很健康 是说 就是禁定慧是个三角 叫做菩萨无畏的体相 他的内容 他的特质 他的本质 讲的就是三个 叫做菩萨无畏 亦显于众明 这菩萨无畏这三项 勇见勤猛 用这个 他能显现出来 表示出来 表示出来 我们看了四文 精进禅定 般若 此三若起 是无畏的体相 他讲菩萨无畏 是讲修行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你一定要 起什么 起现行 你要产生作用 这是无畏里面的内容 是讲这三件事情 不是讲你害不害怕的问题 勇见勤猛 就是四五位 他的显现出来的名字 来形容他 你要产生这种现象出来 然后下面再讲 勇此三于何行中无畏 这个无畏 这个精进禅定般若的无畏 是在哪里产生的 下面 怎么产生的 你产生怎么样产生这三个 怎么样这三个能够起来 他说不是说精进禅定般若 三若起吗 什么时候也不起 什么时候也起 那这怎么产生的 就下一个祭宋 我们看到五百二十宋 因为这个是情话必要的部分 我们就不够好很多时间解释了 后面才是重点 只是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方法上大家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你不要一直分析在里面的东西 那个至上的东西 你要去看他想告诉你的东西 我们看五百二十宋 所有 诸所有作众 所有的修行里面 所有你的行为里面 你的形象里面 下动于则味 下动于就是下心 下心就是 懈怠懒 动的是心不极净 于就是你没有智慧 这三种状况叫则味 我们讲说菩萨无畏吗 菩萨无畏是想讲 那个修行的部分 你畏的话 就是离开修行了 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体性 刚讲的那三个体性 就不会起来了 你有这个三种性 则味 你就不是修行了 菩萨不是 不是菩萨修行了 离山三决定 离山就是离开这个下动于 这三个 你一定要离开这个 那这个精进禅定 跟般若 就决定会发生 决定会起 才会起 世明 世明无畏安 什么叫做世明无畏安 就是 佛菩萨 他安立菩萨这个名 是用这个意思 来安立他的意思的 他安立 不是安全安心 不是 菩萨是用这个意思 是离山三决定这个 这个名 来安立这个名 来安立这个无畏这个名 是他解释这个东西 是他讲的是这个东西 名的安立是用这种意思来安立的 希望你做到这一点 就好像遍迹所之相 就好像遍迹所之相 那安立这个是告诉你 没有遍迹所之相 安立有这个 大我小我中我 告诉你 没有我 我们看到诗文 佛菩萨 佛菩萨 余所作无忠 其心若下若动若愚 折身不畏 身不畏 身不畏你就不修行 你才离可修行 你才菩萨愤 因你不心身不畏 何以故 下心者 余彼无情修故 下心就是 下心的无情 就是你不精进 就是懒惰懈怠 然后动心者 余彼心不住故 就是你心不住在你所缘境上 你心不激净性 就是没有禅定 余心者 余彼无方便故 余心者就是 你没有那个智慧 没有那个余彼无方便 是方法 你没有方法要去做到 菩萨无畏的修行 你没有方法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方法 没有方法跟没有智慧 有什么关系 以行门解门来讲 你解门 弄不清楚 你行门就不会得利 因为你会错意 用错心 所以解门 很重要 你解门 你没有智慧 你不清楚的话 你就没有方法去做这件事情了 这个余心 不表示说你不做 下心是不是你懒惰懈怠怠 余心 不表示你不做 你也要做 你也要做 可是你没有方法 你不晓得怎么做 所以它是一体性的 所以解门行门的是方便 用刺地来说 所以它两个是一起的 所以它两个是一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 比山对峙 随其刺地 就是精进禅定般若 事故 这个三等 若得决定 这三个要 起现行 又产生作用 你要去做 而且还有结果 叫做菩萨无畏修行 菩萨无畏修行是讲这个 不是什么 没有畏惧不畏惧怕不怕的问题 不是在讲字面上的东西 问缘何决定 决定就是 你确定有这个功能得用会起来了 产生作用 达此三对峙任意现行 你如果能对峙这个下心 动心 余心的话 你三个精进禅定般若 任运现行 什么叫做任运现行 任运现行 我们常看到你那个地上菩萨在上任运 任运就是什么 任运就是自然而然 水到其成不假方便 它自然就起来了 那是最高的八地菩萨 就是任运自然 它不用作意 不用在什么 不用在那边做什么 它自然就起来了 就是成熟 任运现行就是成熟 水到其成成熟 它显现 它开花 它结果出来了 就是任运现行 世民决定 决定就是叫做任运现行 确定你有禅定般若 确定你有精进 你做到好了 结果出来了 世民决定 然后从中 体相就讲出来 体相就已经讲完了 菩萨无畏 应该不能讲出自杀菩萨 因为说菩萨无畏修行的体相 才会比较清楚 无畏好像都在讲这个 你害不害怕的问题 任何差别 再来讲说 这个菩萨无畏 它有哪一种不同种类的 里面的形象 有哪些不同种类 它的类别是什么 它的差别是什么 时间到了 大家休息20分钟 这个威士这个观念 说起来不会很难 也不会很简单 但你要把它弄清楚 弄清楚不是很容易 那有人点你一下就很快 自己摸 你要想到搞清楚 那就是 因为我经历过了 所以我知道 我就尽量跟大家讲 我知道我就跟你讲 因为我那个过程太痛苦了 跟大家再讲一下 大家就比较容易了 那个观念有时候一眼之差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弄到的 你就知道了 但是知道又什么 知道你要拿来用了 解读其他的东西 你要把那个 你要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他在讲什么 本来 本来的四元 所缘很早就想跟大家讲 因为我知道 尤其心血的人 你一定不懂 很多人学会是很久了 所缘缘都弄错 但是 后来想一想是 你没有一些基础的东西 你讲不清楚了 没办法讲 本来 本来 你看我们讲 这本论都要讲完 唯事无境 唯事什么 什么唯事 唯事无境 境外 怎么样 我们都没有讲 我本来想讲 讲那个 第七卷讲的有一个 唯事的九个问案 讲完你就会很清楚了 后来我看一看还是放弃了 以后再说 因为里面的东西 你不 你没有 你没有很多东西 你不懂你 你没办法讲 讲不清楚 对我来讲 我也是顿根 我也不是很聪明 要把这个东西 讲到人家听得懂 对我来讲是 比我自己看还要难 因为我想想破头 想我怎么讲人家会听得懂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讲说 文字这个 这种障碍 这种好东西 文字上你就没办法 你就挡在门外 我一直想说 我要把这个道理让人家知道 不要让人家挡在门外 你修行很不容易得力 因为你抓不到那个 我要告诉你的那个重点 但是讲很难 这个很难 有很多 他很多基本的东西 那个概念 那个观念 那还是需要很多时间 很多去 我已经是很尽力了 也就是我刚刚是要讲那首圆圆 我想了两天了 不晓得怎么讲 先讲什么再讲什么 你才会听得懂 怎么样一步一步讲 抽丝剥茧 你才会讲得懂 这个是很难 很烧脑 烧脑筋的 就是 希望大家听得懂 大家有一些老参的 他们都很厉害了 但是我常会心里想到说 一些心血的人 你懂了 只有一辈子你都懂 我不骗你 他跟你一辈子 你没有弄懂 那就是文字 存在那一边 你永远没办法用 你懂 一辈子都懂 到底往生里都懂 也不会忘记 说不要背 把他弄清楚 理是让你懂 不是让你背的 这是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观念上 有机会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观念上 事实上他观念上 也不是难道这样子 可是就是一念之差 点你一下 你就过去了 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说 他这个我们刚刚讲 我们刚刚讲 事实上这个祭颂 这个祭颂 他讲 菩萨无畏的体相 这个 下洞于这个 下洞于这个 他是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他讲我们 他在讲我们 我们 懈怠懒 就下心 那我们 那为什么会懈怠心 你看 你看还有这个 那个 动啊 不及静心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心每天都在动 定不下来 这是讲我们 然后讲鱼 这个讲的是最好的 鱼就是讲什么 我们解门有祸 行门就不会得利 为什么行门不得利 为什么行门不得利 因为你没有 你不知道什么 做的方法 你不知道 比不方便 你行门 你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去弄 去做 叫做修行 修行要做什么 怎么做 为什么做 因为你解门弄不清楚 你行门就 不知道怎么做 无方便 所以你修行两件事情 简单的讲 当然不是只有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它的重点 就是你解门无后 行门得利 你就上路了 缺一不可 所以你经论你要不要把它弄清楚 要 念佛拜佛当然要 经论都要不要搞清楚 你弄清楚之后 你念佛拜佛不不不一样 你这个四个圆 所欲圆知道的时候 应该给你讲很多东西 你念佛看佛像 那个影像哪里来的 你可以看看所欲圆哪里来的 它是变的 跟别是变的来 总之是现行 你不要太去执着它 它存在 存在 存在干什么存在 忙不如我们 是那个心去的 不是音声去的 不是那个法门去的 不是那个佛号去的 你把佛号当歌唱看你会不会去 这是讲什么 后面讲的那个 叉那变化 那个无常我 在讲这个 不是讲这个来去吗 哪有来去啊 有来去那个法吗 没有 是叉那变化 叉那变化 是四个所圆圆 四个圆的叉那叉那变化 一切都是这个 是种子在变化而已 不管是心法设法 通知它那个变化 叉那一直变化 叉那一直变化 从哪里来的啊 从事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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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来 上也是种子变化来了啊 因为事来的都是 都是虚妄性啊 你事本身也非有啊 非实有啊 它也是存在 它不是实有啊 它是虚妄性 它还是无常无我啊 所以一切都在无常无我 一切法不离于事 包括你 你音声你佛号 你的法门 你的法 法是假安理啊 一切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啊 事不从假安理的 从明相假安理 不是从事来的吗 想心所来的吗 没有要是真的啊 包括事也不是真的啊 都是假的啊 可是它是存在啊 对我们来的就是存在啊 所以我们很难修啊 明明就是存在啊 可是一般人就搞不清楚说 真跟假存在不存在 假的不见得不存在啊 假的只是你 你去拙它的啊 无常无我 你去拙它的啊 是变化性啊 所以但是三苦 就是从那边来的啊 为什么 直净 直起那个净 烦恼是最静的直取来的啊 你直那个净 那是假油的东西啊 不是石油的东西啊 你直那个它 它一定会变化啦 变化你跟你心相为你就苦啦 就苦苦啦 你得到东西失去就坏苦啦 有一天什么都没有 你身体都没有了 就无常啊 然后你再来重来做一次啊 你这个烦恼不是从那里来的吗 那么烦恼这个杂然 你就会变成什么夜的杂然 夜的杂然就是生的杂然 然后你永远就走不开了 走不开哪里 走不开这个世间啊 就是佛菩萨不跟我讲这东西 我们哪知道啊 对我们来讲每样都是真的啊 哪有假的啊 可是跟人家说 这是假的啊 可是对我来讲明明存在啊 假的 要不然你从这个墙冲过去 你不要走门 对我们是真的啊 对别的众生啊 事最不同 对我们来讲明明 当然是那个墙不存在的啊 对我们是存在的啊 所以你要在我们存在的 存在的东西 是假的 从存在里面去修 那个真正的东西啊 所以在《解身密经》讲 你从一切冉净法里面都有真主啊 真主是所有冉净法所义啊 但是你不是离开他去找真主啊 你要找一切冉净法里面 不着去证那个冤层死啊 所以他是假的啊 你要是举假里面证到真的啊 你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啊 不是讲的嘛 都是假的啊 都是空的 哪有空 吃饭看看你有空 是从里面知道这个道理 你不知取他 你从里面证到那个真的部分啊 这是我们修行的部分啊 这个没有佛菩萨讲 我们哪知道就是 的妙影是真的啊 为什么那么难 因为对我们讲都是存在的啊 不然他是假的 他都是存在的啊 对我们讲是最难的地方啊 因为我们的眼 我们所有的事里面的也是 都是希望来啦 希望分别来啦 你看到也是希望分别啦 希望分别也是从你的事变出来了 你的觉受也是希望分别来的啊 所以他的灵就是真的啊 所以修行他为什么要讲的啊 而不藏我啊 他跟你讲没有 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什么没有 哪有 你是看那个所谓缘哪有 你看到哪一个吗 你看到哪一个 有个作者有受者在那边吗 没有啊 都是从事来啦 事也是从变化来的啊 所以他的道理是在这边啊 那你为什么讲得很清楚啊 别的法门没有讲得很清楚啊 那刚刚讲我们就是三心喔 所以三心就是要讲 这个就是要讲我们自己喔 这是我们共同 我们共同要面对的 就是下心 就是难度期待的心 还有一个是 心不安定的心 然后一个就是 我们解门弄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没有心门了 因为你不想要怎么做 无方便 但我看到那我就敢开万千 就无方便 我也是啊 我也是无方便 但是无方便你要进步就很难喔 非常难喔 所以修行就是两件事情 你要克服它啊 解门要无火 你要知道他要告诉你什么 佛陀要告诉你什么 行门要有得力 你要去做 你要有方法去做 根据什么 根据佛菩萨讲的去做 做两个 行门解门 这两个你的克服 你保证上路 所以要不要研究这个 要啊 你观念错误你的方法就错误啦 所以不能骗一边喔 不能骗一边 然后观念抓了 你要这个观念 我一直想跟大家讲 就一直跟人家刺激大家 就是这样 那个方法 你不要看到他不是在讲 无谓啊 惭愧啊 他是在讲修行啊 空有他是讲不相理性啊 两边啊 争议边 瞬减边 他在讲中益瞬减吗 没有 他在讲不止取 他不是在讲 你一直分析那个争 那个减那个争 他想告诉你什么 不止取啊 两边都不止取啊 所以讲两边 中间没有两边哪有中间 你一直在分析这个 分析那个 那个真的减的 存在不存在的角 他告诉你不止取啊 你要抓的是不止取啊 你要学的是不止取啊 你要学的是不止取啊 他讲的是这个喔 这个叫做解门无惑啊 你一直抓那个增结要干什么 抓那个空有要干什么 分析有位无惑要干什么 他告诉你是这个啊 所以才刚刚讲说 那菩萨无惑应该是这样 菩萨无惑修行他这样修行啊 这是观念上 从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在论的时候 看经的时候 你要从这边下手 他是用这个东西在告诉你 另外一个东西啊 你不要一直分析那个 那个那个 他表面上看的东西 那就是 但是你就是 基本的原原者你要知道 否则你没办法思考 你怎么想 怎么想也想不到说 这个讲空讲也 我实在讲的不相理性 和性啊 就是你要基本的东西去思考它 所以你的理解基本很重要 你理解的东西 你把它想透想清楚了 它永远是你的 你的干什么用的 不是你的高人一等 就是你有一个工具了 你有一个工具可以去理解 其他的法门 你有一个工具 去安利去设立你自己修行的方法 它一个工具而已啊 不是你就没有问题啦 你就悟到什么啦 没有啦 都还早的 就是 一直强调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你把它拿来工具 拿来工具 拿来工具是什么 不是把这个不用 你要会同其他 了解其他 让你的行为能够得利 适合你的方法 让你行为能够真的那个功能用的 能够发挥出来 讲那么多 就是 就是讲这个 那三星就是讲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子 那 它无方便行 就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简嘛 没有弄清楚啊 简嘛 你一直在讲 就分析那个 真的简的 空的有的 没有的 存在不存在 你一直在分析那个啊 你一直分析那个 你怎么会找到你的方法 我呀 好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我是出家人啊 我当然要跟他们讲说 要怎么修行啊 那我 我出家人我要告诉你们 怎么投资股票嘛 是不是 我当然讲半天都是告诉你们 你们要修行啊 你们 从第一堂课到现在 每次都跟你们唠叨 哎呦 从修行角度切入啊 不是嘛 又没办法啦 我光头啦 光头就讲这个啦 要不然光头要讲什么啊 不是嘛 好 那我继续讲啦 这一集 要讲 再来讲 下一个基颂讲 五位里面 它那个差别 有四个差别 提相讲完了 它就是它的 种类 它的分类 五百二十一诵 这个诵里面 它讲 菩萨无畏修行的 七种差别 这个基颂讲七种 七个差别 自性及大怨 自性就是菩萨种性 发菩提心 它是菩萨种性 这种无畏修行 它是出自内心的菩萨种性 大怨是菩提怨 它发菩提怨的 这种菩萨无畏修行 是从这边来的 它显现 是从这边显现出来的 不顾 不顾它讲的是什么 不顾是你成熟佛法自我成就的时候 不顾你自己的生命 你要成就自己 成就佛法 所以不顾是讲这个 这种菩萨无畏差别 好无畏这种身心的苦 身体的苦 不顾是讲成熟众生 你众生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怨害人 你度众生的中间 你常受很多 很多怨害的苦 不会退失 你要利益众生 那个心 就是菩萨无畏就是你要 这几个大原则 你看这只是原则而已 你真正讲修行方法 还是在下面的三十七道品 这是在前方辨而已 告诉你修行的原则而已 文生就是文生妙法 你要用生妙法 你解门要无后 你行门才可以有办法得利 菩萨无畏 你要去生妙法 你要得到 你要会通通解 能化就是 能化就是 你要有神通即化众生 然后自比佛生 自比佛生就是最后 你要成就众生的目的 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离生死苦得涅槃乐 让众生能够证得 不提涅槃 这是菩萨无畏 你必须要做的 这是你的原则了 菩萨无畏修行的原则 就是七种 七种差别 然后再来讲 下一个祭颂讲 另外一个三个差别 总共是有四个差别 欲行诸苦行 就是难行能行 只讲难行能行 菩萨无畏修行是难行能行 不舍于生死 不舍于生死 不舍于生死就是 不舍众生的意思 就是不厌离生死 为什么不厌离生死 因为你大悲心 要救度众生的苦 所以不舍于生死 不是自己的生死 是众生的生死 不舍众生 然后生死不能染 就是你用愿力受生 到人间的度众生的菩萨 菩萨恨的时候 因为你有五分别致 因为你了解所有一切 这些道理 甚深的道理 你知道烦恼都是从 对境的指取来的 生死不能染 你没有烦恼 你就不会有业渣染 没有业渣染 你不会有生的渣染 所以 他是愿力受生 他有无分别致 所以他虽然度发众生 愿力受生 但是他不会受染 不会受污染 此时是差别 就是菩萨无畏修行的 十个差别 十个总例 就是他 你可以讲是说 十个修行的原则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八种 都是讲修行的原则 中间讲修行的方法 后面讲什么 修行的原理 跟去向目标 这三件事情 他讲这一批 三件事情 现在是讲原则 修行原则的部分 前方辩 我们看这四文 此二计 随其次第 说无畏有十种差别 一者自性 他讲是以次第来讲 这是有次第性的 自性 自性 为性成就得无畏故 所以这自性是讲菩萨的总性 菩萨的总性 菩萨的总性 成就是什么意思 就圆满起现行 菩萨的总性是什么 菩萨恨是什么 就是利益自己利益总生 就是你看菩萨总性 他成佛 由菩萨总性成佛之后 佛是什么 自觉觉他绝分圆满 所以菩萨总性是做什么 菩萨总性就是也是一样 要自利利他 然后恶利圆满 菩萨总性成就就是菩萨总性 性是菩萨总性 菩萨总性发菩提心 他圆满显现出来的功能得用 把他显现出来 这个叫做菩萨无畏修行 第一个 第一个 以总性来说 菩萨总性来说 菩萨无畏修行 再来讲大愿 以愿来说 菩提愿来说 菩萨无畏修行 他的另一个原则 为发菩提心得无畏顾 发菩提心 他无畏是什么 无畏修行 你要发菩提心 你要自利利他 成就佛法成就众生 以菩提心来说菩萨无畏修行 他的原则 另一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不顾为勤自利时 你要成熟佛法 自己修行的时候 要不顾生命 得无畏顾 你要不顾喜事的生命 这是你的原则 求行原则 第四个 不退 为勤利他时 有违逆者 得无畏顾 就是利他的受众 我们以前讲的 奈怨害忍的时候 菩萨行不失利众生的时候 众生对你任何的违逆 跟你心相违的事情 让你绝对很苦的时候 就是你为了利他 绝对不退 菩提心不退 什么不退 菩提心不退 利他的心不退 这是菩萨无畏修行 无者闻生 为听闻十一时得无畏顾 听闻十一的时候 勇猛精进 不宜少为主 因为 圣身法 他那个空意 种种无我无常解脱的道理 是我们 我们要解脱我们所有行门方法 所依 我们是根据这个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你听到这东西 为什么无畏 因为你知道听到众生 你会解脱 你学这个五名 你会得一些种子 所以你要精进 你要听到这种 为了要得到你知道 你知道 你以后会得到什么好处 你见未来的功德 所谓你勇猛精进 你要听闻甚深 这个闻是不是 他叫做闻生 很深的闻 这是以好的方面来讲 等一下他来 还有一个闻生 他是讲相反的意思来讲 闻生 这个闻生是讲正面的意思 你要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解脱 转移解脱断脏 就是靠这个法来的 第六者 能化 为难化众生 以神通力化得无畏 就是菩萨制 以神通来度化众生 这个就叫你修行的原则之一 你要有神通力来化众生 因为 没有神通力化众生 你要 让众生信受 是困难的 就是你度众生 我们这边方便讲 讲是这种神通力 其实你如果用功德力来讲 会比较 我就比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 就是你要有功德力 你要化众 你要度众生 你要怎么样 你要有功德力 就是菩萨你要为了这个功德力 你度众生 你没有功德力 你没办法 没办法度众生的 不要说功德力了 你要讲 你要讲菩萨给人听 你没有功德力 人家没有人要来听 你讲得太好了 没有人来听 你要有功德力 你要有设政 要有功德力 你要听得懂 也是你要有一点功德力 人家听得懂 人家讲什么 就修行的部分 所以不是在文词上 你多厉害 就 你也可以讲得很清楚 所谓讲得很清楚 就是众生可以得利益 有时候你讲得很清楚 可是众生得不到利益 用你口才很好 讲半天人家很不晓得 在修行上得不到利益 七者 自比佛身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最重的目的是 你修行 菩萨修行最重的目的是这个 为建立众生于大菩提 得无畏顾 你为了 你要永蒙精进菩萨修行 菩萨修行就是为了要 建立众生在大宗佛法上 心受佛法 然后去实行那个佛法 去修行 然后证得大菩提 就是菩萨修行的目的 他的原则 第七个 第七个 我们看第八个 八者 八者 一行诸苦行 一行诸苦行 为行种种难行苦行 得无畏顾 就是难行能行 就是菩萨 四个相之一 四个相之一 要大悲相大恨 要大恨什么是 大恨是难行能行 久者不舍生死 为故意受生 得无畏顾 为故意受生 是愿意受生 愿意受生 愿意受生来度众 待会我们世间来 世色世 跟我们 跟我们一起在这个世间度化 我们这受生的时候 这愿意受生 不是业力受生 不舍生死 就是不舍众生 死者生死不能染 为出染不染得未故 那出染不染 是因为菩萨有什么 有无分别指 才能够出染不染 因为他知道他的虚妄性 他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不存在 他知道 他知道无所得 我们的无所得 我们那个菩萨观诸法如幻 为什么如幻 因为不可得 不所得 不可得 要不可得来受如幻 因为不可得 所以他不着 不着的话 你就不会受染 所以菩萨 变成菩萨无为修行 你为众生 为修行佛法 但是 你不能染 最后你要有五分别指 你不能着 你不能染 你不能染 所着固 这其实有漏法 就是菩萨十个修行的差别 就是十个不同的修行的原则 问以说差别 他的种类不同 云和兼顾 他讲说 菩萨无为修行 他的兼顾 什么叫兼顾 他安逸这个名字兼顾 兼顾他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这个集颂 第五百二十三颂 第五百二十三颂 就是说 他有三种恶缘 你要兼顾你的心 不会退转 不会退转 什么 修行 成就佛法 成就众生 恶朋即重苦 闻生不能退 恶朋 重苦跟闻生 这三种恶缘 不好的因缘 不能退失你的菩提心 恶朋我们就不用解释 不好的朋友 重苦就是什么 不是一般的苦 苦是什么 苦是跟你身心相为 你所产生的苦受 我们讲的三苦 苦苦有没有 第一个苦是什么 第一个苦是苦聚 会造成你身心相为的 所有人世地物 第二个苦是什么 你认为是真的 你酌他 你讨厌他 你称心 你身心相为最受苦 因为你酌他 你认为是真的 那重苦就是 严重的身心相为 让你的意识 非常的苦 你的身心非常的苦 这两种恶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修行的福德不够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碰到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修行福德 还是要顾好 比较好修行 因为恶缘太多 你光是应付他 你就疲疑不命 所以修行你还是要有福德 力重 求得福德 第一个是让你好修行 第二个才是怎么样 才算是增上 把你那个 那个非常生财变成圣财 非常生财 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孟昌丹老 讲了 讲一句话就是很好 他现在供给他很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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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钞票 他说钞票都是纸 他说要把它变成另一种纸 叫做印经典 一样是纸 他说钞票那个纸 没有价值 叫世间财 那个经论那个也是纸 那会改变人性 他说一样是纸 价值不一样 你要把钞票的纸 变成金论的纸 我讲得很好 他就是不着这个东西 通通他的印经 人家供养他 他说只有纸而已 还有什么 金论也是纸 都是纸而已 产生功能得用不同 目标不同 然后纸身不能退 这个纸身 纸身是比较 刚刚我们不讲一个纸身吗 纸身是我们修行的原则 我们要 我们要 知道我们生生 妙法的 妙意 我们修行 可是纸身 为什么变成 这里讲 一样的纸身变成二元 这种障碍你的东西 这个纸身 纸身它有几个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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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社论卷九的时候 有这个 这个文法的时候 我们修行 节目新闻的时候 纸身 纸身妙法的时候 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 有一个状况 会变成二元 会障碍我们 它理由在哪 它讲三点 一个是什么 无上菩提生妙法 广大生妙法的时候 它是很难的 就是难什么 难解 难解 会让你退堂鼓 难解你不晓得 为什么要这样子 难得不得了 难解 会让你退失那个心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讲的六度法 怎么样 怎么样 不是要立它 难行 哇塞 这怎么做得到啊 菩萨横 太难了 它经论讲的圣身法里面 你要做到它那种地步 难 当你这样子 一个是难解 一个是难行的时候 它会变成你障碍你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难症 哇塞 那天要三大阿商集结 要断葬解脱 要转一 什么时候可以是开转一 无肉制才可以断葬 那要出地菩萨 以上才可以断葬 所以它是什么 难症 所以难解 难行 还有难症 这三点 你文圣身法 产生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二元 你就不想再继续了 就是文圣 它是讲 文圣的时候 你如果有这样子 是 会反而变成上 你的二元 所以它就是 跟大家解释一下 文圣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 那这个文圣 会产生 产生这样是 因为你不了解 佛要告诉你的东西 你才会有这些误解 最主要是 你着在那个向上的东西 所以你又有一种很难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解闻是有祸的 你才会产生这样子 文圣反而变成障碍 那第二个 第二个事实 也是因为你 你抓不到那个生妙意 真正的道理 你文圣的时候 你会剁到什么 剁在顽空里面 在剥的空意里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我修什么呢 我那么苦干什么呢 最后是什么 这个也空 那个也空 不在顽空里面 因为你错误 错误认知 你误会佛菩萨要告诉你的东西 那它变成 变成你的障碍 修行的障碍 我看那个 那个 冷截经 冷截经 好像冷截经 他讲 他安利的那个 佛安利的那个如来藏 是因为很多众生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那个空意 他认为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空 什么都不能着 什么都不能住 所以他安利一个如来藏 说有 你有一个如来藏 只是没有发挥而已 不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个闻生的话 你错误的了解的东西 虽然你闻得很深 你知道很多生妙法 它是你错误的认知 你会错意 所以你会错心 你就用错心 结果你就认为 它是难解 它是难行 它是难证 它是什么都没有 就会成长的不好的因缘 在这边 变成反向的因缘 就是你有 他在这里讲的 你恶朋重苦还有闻生 你产生错误的认知 对佛法产生错误的认知 就是这三个恶元都产生的时候 这三个恶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 我们都遇到过 连个闻生我们也没有味道过吗 我们看不懂 看都想放弃的 我们看到 我们这三个都有 都有啊 因为我们的身 没有把佛的意识 我们抓不到了 这三个我们都有 我们都不能免赎啦 把不掉了 便是他提醒你 提出来三个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 不能 不能 退失你菩萨修行的心 譬如什么 譬如 松赤 中赤风 就是中赤的一种昆虫啊 一种类似大蒙的昆虫 它的翅膀 所山东赤山上的那种风 是非常微小的 不动须弥海 须弥就是大山跟海 不能动须弥海 就是这三种二元 对我们修行 除了我们所有一切来讲 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你不能让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障害你要修行的目标 你修行 你以后要整菩提 让众生整菩提 自己整菩提 你不能让它影响你 这三个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二元 就好像是翅膀的风一样 你要把它当成这样子 不能让它障碍你的修行 我们看看他的试文 菩萨无恶于三元得不动 这三元啊 这种不好的因缘 不动 坚固 一个只是欲二旁 二遭重苦 遭重苦 这两个我们都常常碰到了 那我们遭重苦的话 你生个重病 你碰到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 身心相为很苦的事情 当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候 你就是靠修行走出来的 你不能碰到这二元 你就被它打倒 所以碰到这三个二元的时候 修行是你唯一的突入 你要靠修行的 你要赶快回到修行 因为它因缘所生法 人家为什么不骗你 人家不骗人家骗你 因为你跟他们说 我就觉得很不到 不好的因缘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 你的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 修行 你一直去对峙的东西 可能很难 因为业力大 太强了 你只好另辟 绕路出来 走出来 就是什么 修行 该瘦的你都瘦了 该你怎么瘦 你就怎么瘦 该你怎么瘦 你怎么瘦 因为这些二元 更坚定你的心 你知道 你不修行 死路一条 因为在世间里面 所以你要修行 不能二元你只要是 犯个想法 文身法 就文身法 刚刚跟你跟大家解释一样 为什么它是二元 就是不了解那个真正正式意义 为什么它讲这么多 讲修行的原则 就是你不能误会它 否则你会退转的 告诉你这些原则 譬如宗师 宗师这种的虫 这你不能荡上海 不能摇动山 不能摇动海 这三种二元 常常碰到了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了 不能动摇菩萨的心 就好像那个虫的翅膀一样 不能动山海 这个叫做什么 菩萨无畏修行 得坚固 是二元不能 不能 这二元变成你的 你必须 你了解到必须要修行的 另外一个原动力 问你说坚固 这个是坚固老菩萨无畏修行 最后他的结论 他的结诵 无畏的结诵 云和殊胜 他说这样有什么好殊胜的地方 诸说无畏中 这种菩萨所有的无畏修行 勇往直前 不退转 坚固的修行当中 无畏是修行的 修行的无畏当中 菩萨无畏最上 就是以上面来讲 以跟我们二圣人 跟凡路医生来讲 菩萨是最上 为什么菩萨是最上 因为他讲的这四件事情 像就是他体像 跟我们讲的他的体像 意就是他十种差别 分别 尖就是刚刚讲的 兼顾 无畏捐顾 还会讲的殊胜 这四件事情来说 菩萨无畏修行 是所有无畏修行最殊胜 因为你二圣人 人家也是无畏修行 人不能说其他人就是 其他圣就是 都不是无畏修行 他们也是有很精进的 无畏修行的 但是菩萨修行 与比不相似 就是凡无畏修行 二圣人 他们的无畏修行 就是讲这个 菩萨无畏修行 这个结诵 我们看到四文 由前三意圣故 前三意就是他的体像 他的差别像 还有他的兼顾像 菩萨无畏于诸说 无畏中最为殊胜 诸说无畏中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无畏 其他圣的 其他人的无畏 一说菩萨无畏 次说菩萨不退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 他有八个 八个前方便 他的原则 修行原则 无畏是原则讲完了 先第一个讲惭愧 第一个讲无畏 第三个讲什么 不退 不退他的原则 修行原则 我们看到不退 他不退这一个 这一个 他有两个祭颂 525 底下两个祭颂 都是讲不退 菩萨不退修行 菩萨修行不退 不退诸菩萨讲不退 菩萨的不退修行 品类有三种 有三种 有三件事情 余文 余文 文法 精进 还有那个苦的事 苦是 我给他讲苦 就是对生死的苦恼 对这些三情 碰到这三 菩萨不退他的修行 那这些三心 他永远不退 这是修行不退 他以惭愧心 就是惭愧心 你不做不行 你违背你的菩提愿 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不做 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然后勇猛静静 我以依止 他有两个祭颂 欲乐大菩提是他的愿望 他的菩提愿 欲乐之耗耀 希望 你的菩提愿 大菩提 正菩提愿 是说不退性 不退事实讲这些事情 然后 未成成集成 这讲三个 未成 未成就是讲 就是出帝以前的菩萨 从十信一直到十回降 所有人的菩萨 成呢 成是讲出帝到七帝的菩萨 集成是八地以上 八地以上是无生法人 差别诸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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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 这个 因为是动词名词文法的关系 就是诸地显差别 你这样看就很清楚 差别诸地显 就是这三种差别 有没有 三种 未成成集成 这三个 三个地 三个不同的地 显现出来那不退性的差别 这讲的不退 不退的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不退 什么不退 我们看这个诗文 持二记显示不退品类 菩萨修行不退 它的列别里面有哪些东西 它讲四件事情 用四件事情 用四件事情 来讲菩萨不退 刚刚讲菩萨无畏修行 它用 也是讲四件事情来讲 它用体相 还有差别相 坚固相 还有殊胜相 来讲菩萨无畏修行 现在菩萨不退修行 它也用四件事情来讲 用品类 用医子 用自性 用差别来讲这个 来说明这菩萨不退的修行 菩萨不退的修行 它品类它有三种 三种 有三种不同的差别 他讲不退的事 他讲的是三种不退 文法 无厌不退 就是你 不会以少为主 就是你想听闻生妙法 文法不厌 这件事情 不退 恒大精进不退 就是菩萨修行 你的精进心不退 第三个 生死苦恼不退 生死苦恼不退 就是包括自己的生死 众生的生死 不退 你不会舍众生 也不会舍佛法 医子 那医子什么呢 医子它有两种 一个是禅 惭愧心 就是菩提心 你妄似菩提心 就是一个修持心 所以你一定要行着恶利 一个勇猛精进 有禅者不退 退者可修持故 他是在讲这个 你因为发了菩提宴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这是很修持的 以这种心来讲说 你的修行就不可以退 有勇者不退 退者非猛见故 就勇猛精进 就菩萨不退 就是他讲 品类有这三者 这三种不退 他的说明 自信 自信为欲乐大菩提 那菩萨的总性 就是要正菩提 自己正菩提 也众生正菩提 欲乐若回者 欲乐若回 即得退故 回就是相反 如果你不欲乐大菩提的话 这个叫做退 他叫做什么叫做退 什么叫做不退 差别有三种 他显性出来的功能 有三种 差别相有三种 不退的差别相有三种 一个是未成 未信行地菩萨 信行地菩萨 出底以前所有的菩萨 十行为一直到十回向 这个成 成就是成就 就是圆满的一时 还没有圆满的菩萨 成呢 这二成是 已经圆满的菩萨 也有无分别致的 可以断葬的菩萨 转一可以转一的菩萨 为出地至七地菩萨不退 现行地菩萨 他不退的这个差别 跟这个 他可以断断转一 转离菩萨的差别 不退是不一样的 集成是八地以上菩萨不退 八地以上菩萨还正无神法人 他不退 他为什么不退 他无功用行 他任允自然 他不用作义 他已经正无神法人 他住在真如上不退 就是忍辞不退 住真如不退 以说菩萨不退 次说菩萨知法 菩萨知法 下个祭颂 菩萨知法是在讲 讲是五明 讲五明 我们看这个祭颂 知法 知法 就是菩萨你修行 你一定要懂五明 知法就是知道你要修习 通达五明 知法业 你要知道五明他的业用 他的目标是他作用要干什么的 你修习五明是要干什么的 叫自立利他 知法业 知法是知五明 知五明的业用功能 你要做什么事 你学了五明你要做什么 知相 他知到他的法相 他的形象 你学习这个五明 你有什么方式 有什么方法 去学这个五明 去通达这个五明 知无尽 知无尽 知无尽就是 你学习通达五明 然后 然后是他的业用 然后去 去做这些事情 去利益众生 这是无尽的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直至成佛 你才会停止 中间你绝对不停止的 就是你修习 修学五明去利益众生 它是无尽 你知道这个是 你必须要这样做的 得果 得果什么果 得一切种子 我们在上一个寄送 上一品 哪一品 他有一个 200 好像是200多宋 我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他得果得一切种子 修学五明可以得一切种子 这个在你们的276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276宋的 他有讲五明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 菩萨修学五明可以得一切种子 得一切种子 得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是什么 一切种子是佛的法身 一切种子佛的法身 就是正德果位 这里有稍微讲一下就是 一切种子 跟法身它的关系 你的讲法是说 就是说 你不能说 佛的法身就是一切种子 佛的法身 我们看 世事圆明 大圆境制 平等性制 你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平等性制 你可以说 平等性制就是佛法身 它是它的一部分 但是你不能说 佛的法身就是平等性制 有时候你看 他说 你会 他说 一切种子是佛身 但是你不能说 佛身就是一切种子 因为它世事圆明里面 比如说你平等性制 佛身是世事圆明的 你可以说平等性制就是佛身 它是一部分 但是你不能说佛身就是平等性制 因为佛身是世事圆明 它不只是佛有性制 所以这是 我们就是这个 稍微注意一下 那二门呢 你学五名的话 你会得到哪一种门 托洛利门跟三妹门 托洛利门 托洛利门是要 成就自己的佛法的部分 修学佛法修行的部分 那三妹门是不是要 三妹门就是成就总生的事情 所以他讲成生 成就总生 成就总生 这是三妹门的部分 益助法 益助法是他讲佛罗利门的部分 安住在这个真如 法界真如 安住在这里面 这是法的成就 我们看他的歌 因为这个276宋 他有讲的五名 那我就把他五名 稍微也括号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个宋 讲得比较好 他解释比较好 我们先看他的试文 知法者 知法者叫做为知五名 知什么意思呢 通达了达了知通达五名 知法者你要通达 他用五名来含设这个法 五名当然就是 内名 阴名 声名 阴名 巧名 公巧名 知词五论 知识五论 这是五种 就是五种学问 就是五种佛法 是为知法 他讲的知法这样 修习五名他是 是修学五名 可以得一切种子 就是可以成佛 他里面的内容 就是要自利利他 所以知法业者 五名的业用是干什么 你修学五名要做什么 让你知道说 他的业用是要自利利他 以此为业 他的业用 他的功能得用 只是要利利他 这你们的276颂 菩萨学此五名 总义为求一切种子 学五名是要想得五切种子 一切种子就是究竟地才 一切种子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讲的 知内论者 知念的为自修及为他说 那当然我们的276颂 我用括号 他觉得 我觉得那 他那名解的也很好 为求自解学 自解学就是 知内论就是十二分教 佛所说的法 契经 修学通达这个是一些 是为成就自己的法法 还要为他说 就是知道内论 就是所有的契经佛所说的法 十二分教 知因论者 知因论者 为生及义及其他义 然后在276颂 他讲的是为福外职学 学是指这个名的部分 就是学处的部分 学处什么叫学处 学处就是有两种意思 学处就是他你所修学的内容 还有修学的地方 就学处 为福外职 为福祥福 外道 外是外道 指是什么 指就是 常 无常为常 希望为真实 指什么 指有人我 法我 这外道 这里讲 知因论者 这是 因明学 因明 未生及义 他里面就只要讲 因明学在讲什么东西 生及义及其他义 就是要回 在276颂 他说 福外道学 这里讲他是两种意思 因明他的 他的目标跟功能是这两种 他就是能力能破 能力就是升己义 能力什么 建立安立 做佛法的正知正见 就是能力的部分 去他义 就是能破的部分 能不能破除外道的邪见 因论他是两件事情 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是讲两件事情 这个因论的部分 就是因明的部分 那因明的部分 以前我们有稍微 稍微讲一下这因明 那因明里面内容在讲什么 能力能破 他里面的是怎么样 用怎么样方式 来立 来破 他是用中音域 来 来作为他的这个方法 中就是你想要你的论述 你发表的意见 就是中 他的中指 你的利论 因是支持你 你的利论的原因 理由 是什么 那欲呢 欲就是比喻 举例说明 来证明 你的 你的因 你的理由是存在的 所以你的中指 你建立的正知正见 你的论述 成不成立 是要看因跟欲 他用因跟欲 来证明你这个成立不成立 他是用因明学是这样子 他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中正不成立 他的辩论的当成当中 他是看因跟欲 不是看那个论述的本身 你看到因明里面 他是用这个 所以他有三种 有三种来决定你这个成不成立 最简单的一个三种 就是你的因 以因来讲的话 你的论述里面 你的品类 你的性质 要跟那个中是一样的 跟中的什么一样 中是你讲的中指 你的论述 你的主张 他分一个前程跟后程 前程是什么意思 前程就是你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后程是你针对这个主题 讲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你因要跟这两个品类是一样的 第一个条件 三个条件 第二条件是用欲来讲 它成不成立 就是欲跟中 同品 你跟因一定要同品 这是第二个结论 你找到一个例外 这个结论就不存在 第三个是 你的欲 你举的例子 欲的品类 性质 跟中 不一样 那你这个因的品类 跟 那个欲的品类 跟因 一定要不一样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 一样了 不成立 你这个中不成立 他用三个基本的东西 这是最基本的 入门的 底下他都衍生出来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 你知道这三个基本的就好了 就是他音名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 自生论者 为自善 善因令他信受 那在277的宋传说 为令他信学 生论学 生论他是为了要设受众生 让他接受佛法 所以他音 那个 聲明的话 他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音声 唱颂 泛拜 歌唱 詩歌 还有那个体裁 祭送 包括那么多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经典包括 包括我们大神壮年轻的 都是祭送 很多都说祭送 寄宋里面他都是 这个生论里面 因运里面 让众生能够 很高兴的信授 因那个因生的 这个关系 让他们信授 然后 自议论者为除他疾 为所治方学 为治疗众生疾病 所学习的方要之学 这个议论 那个大藏经里面有很多论事 很多经 有好多经是 专门在讲治病的 尤其是什么 残病 做残产生的那个负面效果 那个身心不疗和的东西 他有很多是讲这个 知巧论者 这个是 这个对大家比较抱歉 我也不晓得 为令他解 我不晓得为他 这巧论为令他解 这个276宋 为射一切众生 这个讲得比较好 这个为什么 公巧名 公巧名是他内容是什么 在那个 尤其师弟论 不知道十几卷的时候 他有讲12个 12个公巧名 里面的内容 包括这个音乐 美术 占卜 天文 地理 工业 商业 什么 什么 农业 种种的技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技巧是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设一些众生 利益一些众生 让他能够信受大乘佛法 来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公巧名 不是为了要发明什么事情 要成就什么事情 不是为了名 为了利 是为了设设众生 而他这里是 为令他解 我不晓得为了让他解 是怎么解释 可能是 可能是 利益众生 为让他心开意解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很抱歉 这个我不晓得跟你们 怎么解释 反正公巧名 他还是五名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然后往下讲 知论相者 为知此五论 得有五因 是菩萨知论相 这个论相是形象法相 就是你要通达五名 你必须做五件事情 它的次序是什么 你的形象 你的方法 你用什么方式 有五种方式来通达五名 这五种方式 依文德 你要听文 听文这个五名的法 你要去学习它 持德 持德要捏信受 你要持用它 宋德 在古代它这个宋 就是背诵 不是读宋 它是背诵 背诵是你要读它 你要研究它 你要通达它里面的意理 思德就是要思索 里面它的真实意识 按照示 作为思 循世思為那個思 就像我們世俗的 我們世俗的儒家的 他是講學而不思則亡 你是迷亡 你是得不到他的真實意 所以要思 然後通德就是通達 就是你要知這個五明 他的形象是什麼 他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這個五種 我們再來解釋 菩薩先於論有文 你心要聽文之德法 你要得到這個法 你要聽文這個法 文以受詞 詞以習誦 你要練習 你要背誦 誦以正思 文思就是你要思為 他的法意 詩以你才能夠通達 通達什麼東西 通達知此 是功德 通達知此是功德 此是過失 什麼是對的 你應該做 什麼是障礙 你不是要遠離的 此是善語 此是惡語 知無盡者 未如此知 就是通達這些五明 乃至無於涅槃 亦無盡 就是什麼時候 你也可以停止 不能停止 直到成佛 中間是無盡的 不中止的 然後再來講 德國 德國自知得一切種智 就是你修學五明 會得一切種智 這是智力的部分 二門者 這個門是實行法 兩種法 兩種法門 那法門是 為什麼叫法門呢 這門當然也是種類 這一種種類 這一種方式 那法門還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說 以法為門 引導眾生 能夠去向你的盤 離苦得樂 怎麼樣讓眾生 可以離苦得樂呢 以法為門 讓他進這個門 一個是 得了 一個是三昧門 就是神通 禪地公無德神通 三昧門 三昧門就是神通 來度眾生 第二個是陀羅尼門 陀羅尼門 我們先看這個 知論就是知這個 五明的話 菩薩 以三昧門來成熟眾生 三昧門來度化眾生 隨筆化色 隨筆化色 隨著眾生的需要 叫他用他的禪定神通 來給滿足眾生的需要 使色式 來色色話門 就是他用神通 以陀羅尼門成熟佛法 陀羅尼門 為什麼可以成熟佛法 陀羅尼門裡面的內容是講什麼 我们是讲陀罗尼是种词 种词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 四个种词 一个是奏的种词 我们就比较不谈它 一个是法的种词 法的种词叫做什么 对于法文词不忘 文词不忘叫做法的种词 第一个是义的种词 义的种词是什么 对诸法的义去 种词不忘 对它的义里种词不忘 就是义的种词 还有一个就是忍的种词 陀罗尼面 就是比如说法陀罗尼 义陀罗尼 忍陀罗尼 忍是什么 忍是无声法忍 你这个无漏会 就安住在无漏会里面 偶尼不失 就是忍词 所以有法的种词 义的种词 然后无声忍的种词 它陀罗尼门 那无声忍的种词 这三个种词加起来 当然就是佛法的成就 佛法的圆满 从有漏会一直到无漏会 从凡夫一生 闻师修一直到后面 正如佛国 忍的种词 然后 虽所得法 皆能持故 你看 它说虽所得法 皆能持故 是在讲 陀罗尼门 成熟佛法 它能持 闻法 法的种词 闻法能持 义的种词 都会义所的义理能持 然后对于是忍 能持不失 忍可 正无声法忍 不失 安住 所以叫做能持 法义跟正 不失能持 以说菩萨知法 就是知法 知这个 五明 再下 下个阶段就是 讲还是讲的 前方辩 就知世间 知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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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世间是用苦行灭道 来通达世间 然后 通达世间 让众生能够 离害世间 就是 所以知世间 它只在讲 苦行灭道 是圣地 我们看到这个 五百二十八诵 身之意口之 即以实地之 这是讲 菩萨的身口意 来知世间 来通达世间 来通达世间 然后来帮助众生 来离开世间 就叫做菩萨之世间 这个身之 口之 以实地之 是以四圣地 来知道 来通达这个世间 什么叫身之 这身之就是 菩萨他身于 他知道 他知道众生 执着在什么 身体的执着 无印象的执着 他知道众生的执着 是在身 他知道众生的执着 是在哪里 欲 我会听好听的话 然后以实地 就是四圣地 来帮助众生离开 这个世间 因为他有灭地 要倒地 最圣于无等 因为他要让 知世间的用意 只要让众生 能够出离世间 所以他是最殊胜的 这个是有五二八诵到五百三十四 他有三个寄宋 我讲这个东西 我们看世文 菩萨有三种知世间 通达世间 身之世间 口之世间 然后地之世间 地就是四圣地 要知世间 问云和 下面两个寄宋就是讲 在说明这三件事情 问云和 身之云和口之 我们看 下面这两个寄宋就是讲 什么他指的 身之跟口之 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 身之 则疏言 菩萨他 用四圣地 来了解众生 了解世间 让众生 处理世间 所以他知道 众生的执取 执着他的身体 所以他对众生 一定要怎么样 何言悦色 要讲好 何言悦色 对众生 口之是什么 口之是 众生执取 执着 如果 那个语言 那个语 音声 语 想要听好听的话 所以菩萨 你要怎么度众生 你要讲好听的话 称赞他的话 鼓励他的话 那做这两件事情 是干什么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 是通达世间 能够让众生处理呢 这两件事情 是为了要设设众生 让众生 能够 接受佛法 所以 身之跟口之 是为了令众生 成气固 成什么 气就是法气 法气就是 气就是气敏嘛 能够成法 能够承受大圣佛法 受持大圣佛法 那个 可以接受他的 涉受他 接受他大圣佛法的 怎么样能够让众生 成为大圣佛的法器 可以承受 接受的法器 正法随修行 就是 以正法 随顺正法 随顺正法 来修行 让众生能够随顺正法 接受正法 来修行 成为大圣的法器 那你就是 安置众生在 大圣法中 然后 他最终目的 你就可以让他 离苦得了正菩提 就是讲知世间的部分 我们看到 我们把四文讲完 素颜者 戏宜欢笑 就是你要对他 又要是戏宜欢笑 此事深知世间 知道圣经世间所 执着 知取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先余者 慰问赞美 此事口知世间 众生执着这些东西 你要针对他们要的 射受他们 问此 知何所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要让神法器 成大圣的法器 能受持大圣的法 大圣法 问令 成何器 什么样的器呢 你要让他成一样的法器呢 有大圣法器 答正法随修行 令成此即故 就是 用正法来修行 让众生成为 射受大圣的法器 以后就可以正菩提 就是讲 这菩萨他修行的 他的原则是要让众生 出离这个世间 下一个祭颂子讲 是圣地 让他出世间 那我们时间 我们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说 那这些东西因为是 他情方便文 我们就很快的把它讲过去 文把它削过去 那比较重要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讲 因为他这个很长的 后面要花很多时间 尤其是在那个 乌我 乌藏那个地方 哎呀 那个我也很怕 那个文 不是道理很深 道理 大概是我们都讲过的道理 可是那文字很深 就像我们所远远讲的 那文字深不深 那文字你看半天也不曉得 他讲什么 那文字很深 那今天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 中间这个字 这个我们消文过去就好了 那今天时间到了 今天谢谢大家发心来 休息正法 阿弥陀佛